如果一个男人在落魄的不成功的时候 他表现出来的是不珍惜你 不懂得你与他共患难的艰辛 那么他将来也万万不会在成功的时候 去珍惜你的付出 好在现在时候还早 在晚上几年生了孩子 容颜老序 跳舞也跳不动了 必须倚靠他的时候 你悲哀的日子才真正开始 他做的这些个事 没有一件是丈夫应该干的事 开头这位被图磊批到一无是处的男子 就是今天的主人公小张 他现在有着一家自己的理发店 并且刚和妻子领证了才半年时间 那么他到底是做了什么事 才能让图磊直言他做的那些事 没有一件事丈夫应该做的呢 他的妻子小刘哽咽着说出了原委 等过后领完证之后再跟他提 他大半天就开始骂我 他甚至那天打完我之后 甚至把我医生都收了 小张和小刘相识挺长的时间了 并且在半年之前 两人也是领了结婚证 成为了一对被法律保护的夫妻 但曾在半年的时间 小张变相变了个人 之前的承诺全都没有做到 他把我骗到手之后就不在乎我了 结婚之前对我那些承诺 都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兑现过 要说起小张不遵守承诺的事 首先就得说一下 他现在开的理发店 当时他想开理发店没钱 全是妻子小刘拿存款帮他开的 但是后来的生意却不是很好 为了能够省一个人工的钱 竟直接让小刘辞掉了工作 去她的店里帮忙打扫卫生之类的 他说让我把我的工资辞了 给他去帮忙 做老板娘帮他收收账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还是那个生意不太好 我就劝他把这店兑出去吧 兑出去之后 咱们剩下的钱都还完亲亲朋友之类的 完了这剩下咱们都举办婚礼 百办酒席之类的 他当开始答应得好好的 领完证之后就变了 都半年到现在 一直没有提百办酒席这个事 可能在小刘的心中 百办酒席两人才算在众人面前宣布结婚 但是小张却一直拖着不想办 而且当时开理发店的钱也是小刘处的 现在想对出去却被小刘所阻止 而且最开始小张说 让小刘去当老板娘收饮 但是却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保洁阿姨 刚开始说的好是让我那个收钱 然后当老板娘 当时现在的过后 就让我给她开始就是干活 当小工一样使唤了给我 就是嫂嫂碎头发 给人洗洗头啊 是不是干这个 对 男子对此的解释也是很简单 直言自己当时为了和她结婚 采礼以前都是找亲戚们借的 现在根本没有钱去举办酒席 而让她去店里帮忙 也是想尽快将生意做得好点 这样两人一块努力地挣钱 但是小刘却不想将生意做好 一直吵着要把店给兑出去换到钱 但怎料说到这里 小刘听不下去了 两人再次在台上争论了起来 还有都是店的生意也不特别好 还欠我朋友不少钱 我现在慢慢地一点点的 是吧 我来起政 因为这个又让我对店 又让我干啥的 还离家出走 我离家出走因为什么呀 不是因为你就百万九十这个事情 跟我妈妈打电话 说你不电话跟我过了 还跟我妈妈放狠话 说要把彩礼钱退回来 要跟我离婚 我就因为这个 我一时日下生气 我才去闺蜜家去了 住了一段时间 不管两人之间发生什么矛盾 小张给妻子的母亲打电话 这件事就不对 而且还是一张口就想要彩礼 这明白着是加速激化两人的矛盾 所以因为这件事 小刘离家出走可以理解 可能放在别人身上 都是直接离婚了 而且小刘还说 她结婚前答应自己 结婚之后 就两人搬出去一起住 但怎料婚后 却是立即反悔 她领证之前也说 好好咱们就是领完证之后 咱们就单独出去过 不跟父母一起过了 可是现在还是跟父母一起过呢 咱们家平时在店里 生也挺忙的 跟父母一块 都平时照顾照顾 咱们也不挺好 平时给咱们做个晚饭啥的 帮咱们手手洗洗衣服啥的 小张解释 这不也是为了两人更轻松 毕竟这样两人工作结束回家之后 还有人给做饭 能照顾一下自己 但现实确实 没有小张说得这么好 因为每一天下班之后 小刘不仅没收到照顾 还要辛苦地收拾卫生做家务 说到这里 也是气不打仪出来 直言因为这件事 小张还打过自己 白天在店当小工 晚上回家当保姆 什么事都让我干 就是家务什么的 她都不让父母插手 那女的在家 还不应该做点家务啊 是应该做家务 但是什么事都让我做 我在店里一天 我也挺忙的 回到家 我也想好好休息一会儿 可是什么事都让我做 找我做这找我做那个 我就抱怨了几句 她甚至还上了那脾气 打我动手 虽然男子解释是自己意识冲动 但是不管再冲动 也不应该动手啊 而且这已经是发展到家务了 小刘听到此 也是直言说 丈夫婚后变化很大 婚前对自己可以说是百依百顺 而婚后 因为一点小事 就对自己非打即骂 评委老师听到这 也是看不下去了 直接对着小张 就是一通怒斥 还让小张在台上 为小刘鞠躬道歉 先陪礼道歉 如果连这个事都做不到的话 咱们的话没得谈了 先道歉 应该吧 对不起老婆 不应该打你 也有可能当时我是特别冲动 原谅我吧 原谅我吧 后来和她谈恋爱之后 就辞职去给她帮忙 本想去她理发店 帮她渡过难关 怎料却已移入理发店 深似海 本想自己再出去工作时 却是再次遭到了小张的家暴 这次竟还直接将她赶出了家门 说到这里小刘都忍不住哽咽起来 其实从他们两人的对话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她在这段婚姻中的确是受了很多委屈 但是小张却没有丝毫的回忆 直言自己那时理发店生意不好 本就是压力特别的大 而这时候小刘还一直吵着出去找工作 所以才没控制住自己 而小刘见她这个态度也是愈发伤心 忍不住在场上哭诉起自己的委屈 听到这里主持人也是非常愤怒 直言不管你的理发店再怎么样 也不应该去限制别人的自由啊 而且小刘本就对这些一窍不通 让她干自己擅长的事不更好 但是小张的回答却很让人无语 不喜欢让自己的女人在外面 那应该自己努力给她更好的生活 而不是逼着她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主持人听到她的这个解释也是很无语 直言要是有资本能养得起她 才有资格阻止她出去工作 她现在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一己私利 小刘还直言不仅不让自己找工作 就连出门一会她都得规定时间 就比如说有一次吧 一个老同事她结婚了 我好说歹说的 她才给我两个小时 让我出去参加婚礼去 然后来回坐车都得一个多小时 再加上去去旧什么的都不够 就迟到了没有一个多小时时间 她刚进屋我没等说话 她大翻雷霆 但回来之后她就拽着去 当这么多人顾客面就开始骂我 主持人听到这里也是很不解 问刘女士当时为什么要嫁给她 而刘女士还是说婚前她对自己很好 那时候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没想到的是 结婚之后她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逼迫自己去听她的话 男子听到这里也是再次为自己辩解 主持人听到这里也是忍不住打断她 直言小刘同样在她店里工作 两人的工作时间是一样的 所以她累的同时小刘也是如此 而且回到家之后小刘还得伺候 所以更累的应该是小刘 她没有资格在这里说自己的压力大 听到这里小刘也是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她直言自己是想离婚的 但是自己又下不了狠心 所以想来请老师们出出主意 我想跟她离婚 但是一想之前我心里有点软了 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我想请各位老师帮我出出主意 她跟你离婚你同意吗 我同意 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以后会好的一点点 小张直言自己是不想离婚的 任谁碰到这样一位任劳任怨的妻子 那也是肯定都不想离婚 而且小张还直言以后会好的 但是却忘了小刘现在过的是非常的不好 而刘女士听到这也忍不住再次吐槽起来 直言她控制着自己没有自由 但是她自己想出去玩时却是不顾一切 有时候直接把电扔给自己 和朋友从下午玩到凌晨 现在她就甚至就是把我自由什么都克制了 她说出去的时候就出现 有一次她朋友给她打电话说让出去喝酒去 从下午出去的到凌晨晚上一两点才回来喝酒 你说我自己在店里我也挺累的看着店了 回去我也想早睡一会儿 睡得正香 她进门就开始就嗷嗷喊我名字就吵着 其实到现在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 小张就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 结婚之后对于妻子的管束明显增强 但对自己却依然是放纵的状态 而换一种说法就是有着极强的控制语 加上她还有着家暴的经纬 因此可以说她的心里就不健康 而小刘也正是因为对她的一味忍让 才走到了现在的地步 领证之后就是这一半年时间 什么时候都依着她都忍着她 等于你们俩的地位 因为一张结婚证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做了两年公主的人 突然被打下了公主的舞台 是吧 对 心里受不了是吧 是 其实两人能走到现在这一步也可以理解 小张本身就对小刘的控制语比较强 而这时候小刘心疼几年的感情 不想因为一点小事就焚崩离心 所以对小张的做法是一味忍让 而正是因为如此才能让她变本加厉 慢慢的从呵斥变成了家暴 而到最后刘女士终于受不了了 但想摆脱的时候 却发现自由都被控制了 所以最后只能前来寻找帮助 而嘉宾老师也是一阵见血 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她在这段感情中的问题 今天我听起来是来告状的 纵容和包容不是一个概念 打人这件事情不能忍 坚决不能忍 要不然你的日子是没办法过的 所以请你坚守立场 两次的家暴 他如果不能为这两次家暴付出代价和自我惩罚 那日子对不起了 先暂停 你也得止损 要不然婚姻没了还得挨打 好吧 其实评委老师的看法也很简单 有些事情在婚姻中是不能隆忍的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坚守自己的立场 否则到最后受伤的只有自己 这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暂停婚姻 因为即使现在坚持也支撑不了多久 而到那时候受伤更多的还是自己 其实看小刘结婚后做的这一些事 再换个其他的女人早就离婚了 毕竟对于家暴本就是零容忍的事情 而图雷老师听到这里也忍不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一个男人在落魄的不成功的时候 他表现出来的是不珍惜你 是把所有的气都在你身上发 不懂得你与他共患难的艰辛 那么他将来也万万不会在成功的时候 去珍惜你的付出 好在现在时候还早 如果你后发现在晚上几年生了孩子 容颜老去 跳舞也跳不动了 必须倚靠他的时候 你悲哀的日子才真正开始 图雷老师的看法也是很好意见 一个男生在自己最为落魄的时候 都不懂得去珍惜去体谅自己的妻子 那么在他成功之后 只会更加的变本加厉 而且现在刘女士也还年轻 要是现在不改变 等到丧失工作能力之后 那悲哀的日子才是真正的开始 所以说到底也是一个止损的问题 而且图雷老师也从另一个角度 再次分析了两人现在的情况 并直言离开才是对两人最好的选择 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 如果你真爱他 你的离开或许对他有促进作用 让他明白什么才是自己最值得珍惜的 但是你留下 你是害了他 更害了你 其实看到众位老师的评价 他们大多数还是支持离婚的 而且从现在来看 这也的确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男生以后真的能变好 那到时候再复婚也不止 那么现在的离婚就等于给了他一次教训 如果以后男生没法改正 那也可以避免自己遭受更多的伤害 而经过众位老师的点评 小张可能也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在最后时刻 诚恳地向小刘道了歉 并保证自己以后肯定会变得更好 两个人的日子也会慢慢地好起来 其实有时候打你 那也 我现在感觉是特别不 对不起你 是我错了 还有都是现在生活困难 以后咱们还年轻 还可以慢慢来 一点点的还可以过好 其实从小刘的这些表现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这段感情还是有希望 否则也不会前来寻求嘉宾老师的帮助 所以最后得到男生的表态就够了 所以他最后也是选择了给小张一个机会 并没有听从嘉宾的意见自此转身离开 不管他做什么样的选择 我们都应该支持 毕竟很多的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感同身上 所以最后也希望男生真如自己所说的一样 两人慢慢地变得更好 感谢观看